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才叫蜂蜜 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样拿出来的蜜皮摇出来的就叫蜂蜜呢 朋友们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才叫蜂蜜 可能会颠覆很多朋友对蜂蜜的认识 咱们现在去封畅 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样拿出来的蜜皮摇出来的就叫蜂蜜呢 咱们先看看百度百科是怎么说的 这里的酱成这两个字是很关键的 我理解的是酿造成熟 蜜蜂把花蜜采集进蜂箱是需要酿造的 只有酿造完成 酿造成熟以后花蜜才会变成蜂蜜 蜜蜂在酿蜜的过程中 人是无法去判断有没有成熟的 只有蜜蜂们清楚 一旦酿造成熟蜜蜂会把盖封上 这就是我视频中经常说的封盖既成熟 酿蜜是个很复杂的过程 之前视频中咱有单独聊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前去看一看 刚才在蜂场拿出来的蜜皮就是没有蜂干的 所以它只能叫花蜜 那什么才叫蜂蜜呢 这才可以叫做蜂蜜 只有做到这样的完全成熟蜂干 才可以称为蜂蜜 这是我们枣花蜜剩下的 这是我们摇出来分装好的 一斤装 都说枣花蜜吃起来有怪味 咱家的枣花蜜是从野生蒜鸟树上裁下来的 做到完全成熟蜂干的 味道是非常浓香的 一点怪味不会有的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推荐尝一尝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下个视频见